《江泽民、李鹏、朱基等老常委的卸任生活》本文来源 人民网发布时间 2006年5月11日1997年11月8日 三峡工程大将截留成功 中国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李鹏又在三峡工程工地祝贺职工们 近年来部分退休正要开始着书回忆个人经历 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李瑞环、李兰青等都在退休后出版了个人者做一些当政时的思考 若干重大事件的原貌被还原出来 一些重大决策内幕也被披露 这一现象被人们概括为政治透明度再逐步提高 开启中国退休高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指数也未观察中国政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 李鹏从2004年到2006年出版了 《众志会红图李鹏三峡日记》 起步到发展李鹏和电日记 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 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等四部日记提回忆者作 无疑 这些者作将为后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 母亲送他到延安 《众志会红图李鹏三峡日记》 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信回忆录 李鹏在党和国家一线领导岗位工作时 关于他的身世外界大都不了解 现在他的个人经历开始通过其写作为外人所知 他在《众志会红图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中回忆 1948年9月 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21位青年到苏联学习 他自己是其中的一个 到1949年8月 我们将进入大学 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 成为我们这些留学生 专题最未关心的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毕时正在苏联养病 留学生们派代表向他请示 任毕时说 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 但不要选择学政治 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 之后 李鹏和其他几位同学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 这一专业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 2003年1月21日的李鹏已经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卸任 两个月后他也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 人民日报这一天发表了他写的 今年我的母亲赵军陶一文文中也侧面提及了自己的身世 他说 父亲李硕勋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聪荣就义 而那时他只有三岁 李硕勋是中共早期革命者 母亲对父亲感情深厚 一直没有再婚 在这篇文章中 李鹏还写到母亲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 1941年 在他13岁的时候 母亲就把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 使我受到党的教育 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三峡工程决策内幕 众志会红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说 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 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和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一事后 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 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 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 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 要考虑长远利益 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 第一 一把方案不好 中把方案是好方案 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当谈到三峡移民 专题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 小平说 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 针对李鹏自己提出的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 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 做好移民工作时 小平讲 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 一个以重庆为忠心 一个以成都为忠心 在这本书里 李鹏回忆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 第一次出经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霸指 1989年以后 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 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 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1998年朱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主任以来对三峡二七工程级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9月28日 新华社报道 起步到发展李鹏和电日记 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社评论说 这是一本继续我国和电视业发展的首部权威作品 它是个很勤奋的人 李鹏的第四本者作是今年1月8日出版的《立法语监督》李鹏人大日记 此书的编辑赵志源曾对媒体讲过一个小故事 有人怀疑李鹏这么忙 这些日记都是他亲自记的吗 李鹏听到了 当时并没反驳 后来开玩笑时说 日记的真假有手记未证 据报道 这位编辑曾到家中拜访已经退休的李鹏 他回忆 他非常的聪明 记忆力非常好 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 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 他能很快想起来 那天谁出席了会议 谁说了些什么 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赵志源说 他今年77岁了 但是对电脑很熟悉 还用数码相机给我们照相 然后传到计算机上 再打印出来 很熟练 李鹏有一个特点 就是坚持记日记 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 过一两天也要补上 他是个很勤奋的人 该书的另一名责任编辑 屡先对记者说 李鹏的日记内容很丰富 他每天参加的会议可能涉及各种内容 而这样专题类的日记 就是把他当天的日记中与该书主题有关的部分摘出来 这些工作是由李鹏同志完成的 完成后把书稿交给我们 人大日记中记录了休闲时的专家讨论 比如中央党校教师黄紫义认为 要写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对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压也应该写入 高明轩说 迁徙自由和把工自由不宜写入 大量农村人口无血流入大城市 影响社会稳定 同意写上保护人权 但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有个人也可能是群体 不能以惩治代替镇压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说 而李鹏和李瑞环 李兰青等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 都不约儿童地将稿费捐出来 李鹏一次性将300万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杨炳章评价 作者以无关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 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 同时更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 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 带有明显的自我数字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 我们时间嘛 这一场都要烦 Т tri还十字幕 有市场主的再告诉iyoruz اب湾 要是像《鹏弯iku甲》 在前面今的西嶺建设备 那 come的 小休峰 蚂动 遇破津 因此 有点 против